山东 一男子因为资金紧张 花了60万买了个法胎房 位置好 光线好 就是装修风格有点旧 谁知道装修时砸了一堵墙 竟然发现了2000万现金 他吓了一跳 就报了警 没想到 后来被不明身份的人暴力袭击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案例回顾 山东 张某 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毕业生 一直在一家工厂做技术工作 月收入6000元 虽然在当地算不上高薪 但好在工作稳定 他生活节俭 加之工厂提供食素 五年下来 他攒下了30万的积蓄 随着年龄的增长 张某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他通过朋友的介绍 认识了几位相亲对象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要求 必须要有自己的房子 这才让张某开始认真考虑买房的问题 他去看了几套房子 发现房价之高 让人望而却步 普通的住房动辄上百万 这让他感到很沮丧 然而 机会来了 他的一个朋友告诉他 市场上有一套法拍房 不仅地段好 户型家 采光充足 而且交通方便 最重要的是 价格非常实惠 只要60万 听到这个消息 张某十分心动 他把情况告诉了父母 父母也支持他买房 还帮他凑了30万 于是 张某果断出手 买下了这套房子 买房后 张某觉得房子的装修风格太过陈旧 决定重新装修一番 为了节省费用 他请来了在老家做装修的堂哥帮忙 周末不用上班 张某就和堂哥一起动手 亲自装修房子 装修过程中 他们发现 一堵墙看起来和房子的整体结构不太搭 堂哥判断这不是承重墙 于是决定拆掉它 当他们开始拆墙时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墙里居然藏着大量现金 钱从裂缝中流出来 铺满了地面 张某和堂哥都惊呆了 他们从未见过这么多钱 张某立刻意识到 由于房子是通过法拍得来的 这些钱的来源可能有问题 他没有犹豫 立即报了警 警察到达后 对现场进行了清典 发现这些现金总共有两千万 这个数字让张某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震惊 警方透露 原房东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 张某非常庆幸自己报了警 避免了卷入可能的法律纠纷 张某以为这件事就此结束 但事情并未就此平息 一天 张某经过家附近的路口时 突然被一群人埋伏袭击 幸好恰好有人路过 大喊一声 袭击者才逃离现场 张某随即报警 经过警方的调查发现 袭击者竟是原房主及其相关人员 他们对张某进行袭击 显然是因为怀恨在心 最终 这些人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被依法处理 张某这一切经历 真是跌宕起伏 不可思议 法律分析 从法律角度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件事呢 财产权的合法转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关于财产权的规定 当张某通过法开程序购买房产时 该房产的所有权合法转移给了张某 这意味着 张某对该房产拥有合法的所有权 发现隐藏财产的法律义务 在张某装修过程中 发现墙内藏有大量现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相关法律规定 他有责任上报并配合警方调查 这些钱的来源不明 可能涉及犯罪行为 如洗钱或贪污等 张某的行为 即报警并上交现金符合法律规定 避免了自身涉嫌犯罪的风险 人身安全保护 针对张某遭受的袭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关于人身安全的保护规定 任何人不得非法欺骇他人的人身权利 原房主及其同伙的行为 构成了对张某人身安全的欺骇 违反了刑法规定 犯罪行为的法律后果 对于原房主及其同伙的袭击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 他们可能因暴力袭击而面临刑事责任 这类行为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 根据切害的严重性 他们可能会被判处相应的刑事处罢 综上所述 张某的案例涉及了财产权的合法转移 发现隐藏财产时的法律义务 人身安全的法律保护 以及对犯罪行为的法律制裁 张某的行为 上报发现了现金并配合警方调查 符合法律要求 表明了他作为公民的责任感和法律意识 对于这件事 网友议论纷纷 张某真是运气又好又坏 买个房发现巨款 结果还险些丢命 这事倒真是难测 那些贪财的前房主活该受法律惩罚 张某明智的报警为自己证明了 买房还得小心啊 谁知道会不会碰上这种麻烦 此事件提醒我们 首先面对意外发现的巨额财产 合法报告并配合警方是明智且必要的行为 其次 个人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任何暴力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